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三角形态有哪几种形式呢? 如何判断买入和沽出时机呢? 如果遇到假突破或者假跌破又怎么办呢? 三角形态在走势图上由左至右的波幅逐渐缩小 上有左力线,下有支持线 将高点和高点,低点和低点连线 就会出现一个好似三角形的区域 那就是三角形态 三角形态可以分为三种 对称三角,上升三角,下降三角 那什么是对称三角形呢? 对称三角形随着股价波幅逐渐收窄 由高点连成的下斜线 和由低点连成的上傾线 最终回聚一点 正后向上或者向下突破 对称三角形主要反映好淡双方 实力相当 股价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机会均等 直到其中一方的力量在增持中占据上风 主导后市走向 所以如果股价向上突破 可以视为买入机会 相反 如果股价向下突破 就视为沽出时机 还有 如果股价向上突破 就需要和成交量增加配合 才算是有效的突破讯号 如果股价向下突破 就不用和成交量增加配合 涉型形态和三角形态看起来很相似 但不同的地方是 涉型是由两条相同方向的趋势线所组成 而三角形态就是由不同方向的趋势线组成 那什么又是上升三角形呢? 上升三角形通常在股价上升的途中出现 焦化沽受压力 等调整完成之后 有较大机会延续原有的升势 上升三角形主要反映好有力量超过淡有 股价整股后再升的机会较大 只要股价向上突破 就可以视为买入时机 如果股价向下突破 也应该沽货离场 上升三角形和对称三角形最不同的地方是 股价升到某个水平之后 虽然遇到沽压回落 令高点连成一条接近水平的阻力线 但每次股价未跌到之前的低点就立即反弹 令低点形成一条向上傾的支持线 反映好有力量 明显被淡有占优 什么是下跌三角形呢? 下跌三角形通常在股价下跌的途中出现 反映有买盘捞货 但整固完成之后 有较大机会延续原有的跌势 下跌三角形主要反映淡有力量超过好友 股价整固后再跌的机会较大 主要股价向下突破 就可以视为沽货时机 如果股价向上突破 再配合成交量增加 也可以着量跟进买入 下跌三角形和对称三角形最不同的地方是 股价跌到某个水平之后 虽然获得买盘吸纳 令低点形成一条接近水平的支持线 但每次股价未升到之前的高点 就立刻回落 令高点形成一条向下斜的阻力线 反映淡有力量 明显比好友占优 如果遇到假突破 即经过整固之后 股价升穿形态上方 但没几多日 股价就反转向下展开跌势 原本看到买入讯号出现 而买入股票的人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停选离场观望 可以以突破当日的阴阳烛低点 作为止蝕分界 如果遇到假跌破 即经过整固之后 股价跌穿形态下方 但没几多日 股价就反转向上展开声势 原本看到离场讯号出现 而买出股票的人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再次买入股票 可以以突破当日的阴阳烛高点 作为再次买入的讯号 作为再次买入股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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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再次买入股票的人